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 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乐山娱乐会所 苏大海他们包下了最大的包厢 几十个年轻人 每个人都带着几个妞 下午的事让他们懊恼不已 尤其是苏大海 他承担了所有的责任 所以啊 刚刚从麻烦里跳出来 就带着众人到这儿 算是赔礼道歉了 苏大海联合了好几杯酒 面色泛红 这件事我一定给大家个满意的答复 请大家放心 到现在啊 他非常的恼火 给自己供货的那个家伙 还是挺靠谱的 跟苏大海也不是第一天认识 他的东西 从来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如果今天不是出了那么大意外 如果不是动用了背后的关系 估计他们真的要被处分 甚至会影响到高考 所以现在的他们迫切需要释放和发泄 任不平和莫安泰他们啊 也跟着音乐不停的嘶吼着 疯狂的发泄着心头的烦闷 整个包厢啊 非常的混乱 就在这时候 苏大海接了个电话 顿时示意众人安静下来 说了几句 挂了之后 他显得非常兴奋 哎 等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个东海的大哥 以前呢 跟我一起喝过酒 那在东海可是真正叱咤风云的狠人 苏大海说完之后 一帮着精力旺盛的年轻人 直接再度嘶吼起来 苏大海靠着后边的沙发 身上趴着两个女孩 她一边抽着烟 一边回忆着白天的事 内心还是觉得郁闷呢 这个跟头栽的实在太大了 尤其是她听说 貌似是那个治安队调查员搞的鬼 她就是专门来调查自己这些人的 一想到这儿 苏大海眼中满是栗色 她已经想好了 一定得找人呢 搞一搞那个调查员 不然这口气真没法出 结果就在这时候 啊 砰的一声巨响 包厢的大门直接让人踹开了 所有人吓了一跳 二毒嘴里叼着根烟 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走了进来 哪个是苏大海啊 李高楼则是落后了两步 然后在所有人惊恶的目光中 把门给关上 苏大海站起身来 你谁啊 他眼中满是火气 不是说这家娱乐会所 档次挺高吗 怎么还有人闯进来 这种事发生呢 结果几乎就是苏大海的话音 刚落二毒往前两步 一脚就踹在他肚子上 苏大海直接就跪地上了 就缩成一团了 莫安泰跟任不平他们 顿时明白这是来找茬的呀 干他 他们琢磨着自己这边 毕竟人多呀 所以喊了一声 拎起酒瓶子就冲过来了 那些个女孩则是尖叫着 全部躲到角落 一帮年轻人直接围着二毒 跟李高楼就冲过去了 对于这样的场景 他俩早有准备 李高楼也是完全放开了 任有酒瓶子砸在自己的背上 拳头则是打碎了对面那小子的鼻梁 看着鲜血涌出来 跟着继续一个转身一脚飞踹 这边的二毒相比之下 则是要狠辣更多 毕竟二毒本来就是街头打架混起来的 对付这种小年轻的 那真正是手到擒来 他每一拳都会有人倒下去 至于严重点的 直接就昏死过去了 相比之下 李高楼显得更野蛮一些 毕竟他只是单纯 靠着生死部的等级提升 跟着提升力量和身体强度 但是他技巧和经验可不如耳朵 手底也没什么招式 全靠一股蛮力 不过这股子蛮力 收拾这些娇生惯养 被酒色掏空了身子的 顽固小子 费不了什么劲 也就五六分钟吧 十来个年轻人 全部鼻青脸肿 蹲在地上 一动都不敢动 莫安泰本来还想说话 直接被李高楼的酒瓶子砸脑门上 差点命都没了 当即所有人都老实了 苏大海盯着李高楼 他已经认出来 这家伙就是那个所谓的治安队调查员 你到底想咋呀 他依旧想不明白 搞不懂究竟对方这是打算干嘛呀 没必要为了作弊这事闹到这程度啊 李高楼看着苏大海 坦白你们的作弊行为公之于众 你有病吧 听到李高楼居然真的是为这件事来的 苏大海直接骂开了 他从来没见过这家伙 为啥非得跟自己作对呀 结果他刚说完 李高楼一把扯住他的头发 直接狠狠砸在那墙面上 就听砰的一声闷响 苏大海一口牙全碎了 整张嘴都是虚肉模糊 我现在没跟你商量 坦白还是不坦白给个痛快话 冰冷的声音 足见此刻的李高楼究竟是多么的愤怒 或许他最开始愤怒的 只是苏大海这群混蛋 但是现在他已经是对这种不公的愤怒 苏大海倒也挺狠 哪怕血沿着下巴流到地上 他还死死的盯着李高楼 你凭什么这么做呀 我会弄死你的 之所以他敢放狠话 完全是因为他背后的力量 京城苏建 打小谁不怕的 他有信心 只要自己从这活着离开 一切麻烦可以解决 而且对面这家伙一定会付出代价 结果呢 李高楼又是一脚踹在苏大海的身上 这些畜生的眼中根本没什么道德法律 他总觉得自己可以活在规则之外 今天李高楼就是要告诉他 有些事不会跟你们想象中那么顺利 尤其是他很清楚 苏大海来自于京市苏建 刚抽完了一根烟的二毒啊 毫不犹豫伸手把苏大海的一条腿 喀巴给掰断了 哪用废这些话呀 交给我吧 其他人看着脸都绿了 就瞧见苏大海的那条腿呀 以一种怪异的角度扭曲着 都搭了下来了 而苏大海的惨叫声还没来得及出口 二毒一脚又踹他肚子上了 给老子他妈闭嘴 瞅瞅啥 说着 二毒蹲到苏大海的旁边 这一刻的苏大海是真被吓住了 他毫不怀疑眼前这胖子目光中的杀意 他毫不怀疑眼前这胖子真敢杀了自己 我坦白 我坦白 他人们一说 其他呀 包括什么莫安泰这些人 也都答应 坦白 这一切都跟李高楼想的差不多 非常顺利 结果就在这时候 突然包厢门口多了几个人 里边的众人都是一愣 门口的几个人看着眼前的状况也愣住了 门口最前边那黄头发 喊了一嗓子 哎 谁是苏大海 我是龙哥的兄弟 是 我 我是 救命啊 他的这话让黄发小子眼神一变 直接看向了背对着自己的李高楼跟二读 在东海欺负我龙哥的兄弟 好大胆子呀 这黄袍说着直接走进来了 苏大海棱着个眼睛咬牙切齿 你们要完了 他非常激动 这种激动简直无法形容 就好像是溺水的人抓到了最后一根稻草 之前他就跟莫安泰这些人说了 说要介绍一位东海的大人物给他们认识 这个人就是龙哥 而李高楼和二读也是这时候转头看向门口 苏大海的胸脯剧烈的翻腾着 撕心裂肺的喊 兄弟弄死他 等他这句喊出来 他也发现不对劲了 门口那黄头发小子 好像突然之间愣住了 双眼直勾勾盯着李高楼跟二读 沉默了片刻 这黄毛一脸尴尬的笑了 还好 李先生 是你呀 这句话一出口 苏大海的一颗心沉入谷底 至于李高楼也是明显有些意外 刘家亮 没错 这黄毛啊 可不就是当时弄坏了马飞雪 那辆马沙拉蒂的刘家亮吗 班冯